不是台大生也是女優這樣子 現在是有另一半的 她很支持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的裸體很漂亮 點點讚 來正位華友 這一位是一個台大的高材生 她是第一個考上台大的A V女優 而且我跟你講 她不是A V厲害 她還會念書 她還經營讀書會 然後自己學德文 天啊 很認真 斜槓在斜槓 這非常奇特的人生對不對 一起來歡迎魏喬安 哈囉 喬安 憲哥好 支持者好 太厲害了啦 這個心理轉變了 是一個很巨大的一個懸案 我想一定要當事人 怎麼會投入到女優的行列 因為我大概在三年前18歲的時候 就是青春期就是對性很好奇 那是當然 有好奇問我 對 有專家在這裡 請教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開始 有人在拍成人片 然後我在網路上就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覺得好有趣喔 因為台灣以前不能拍 但現在可以拍 然後我就去爬文 就是看他們的介紹 說成人產業是怎麼樣 是的 因為我自己就是對性 是很好奇的一個人 然後那個時候又覺得說 產業內的女生是有保障的 就是有體檢啊 然後薪資也不錯 工作也自由啊 時間安排 安全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們不能 我了解 我們不能免俗的去說 你也算是最高學府的一個學生 對不對 你是成為台大學生以後 才變成AV女優 還是AV女優之前 之後變成台大學 他的順序他有設計過的 他有設計過的 這個非常重要 你的順序是什麼 因為我是先當AV女優 然後才考上 對 這樣厲害 但是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都是一樣 就是我是台大生也是女優這樣子 只是我這時候就想要 開個玩笑這樣子 不能免俗 學校裡面 同學 包括師長 包括碗中敏先生 會不會對你投以一樣的眼光 或者他們就是你的粉絲 沒有 這個沒有碰到 就是我覺得同學都還滿正常 就是我甚至不知道 他們有沒有認出來 不可 但你這個 你是個發行業 是 不可能 AV女優也是紅跟不紅的 但終究有一天 前陣子滿紅的 可是學校好像大家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用異樣眼光看聞 妳講真心話 妳這樣交友狀況 會不會交個男朋友或什麼 然後他也 我能接受 我現在是有另一半的 我是交女朋友 交女朋友 對 但他OK 他能接受 他OK 他很支持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那個時候 其實一開始我入行的時候 是剛好他 因為他紀錄片的工作 他去訪問成人產業的一些演員 導演這樣子 然後後來跟我分享說 他去了解他 就是他聽到什麼事情 覺得很有趣這樣子 然後就開玩笑問我說 妳有沒有想過妳要去做這樣 他開玩笑 然後我那時候跟他講 其實有 因為我三年前就有這個想法 但是沒有 這個想法很難跟別人講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有這個想法 然後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的裸體很漂亮 就是我很喜歡裸體這件事情 對 我很喜歡裸體 就是我覺得我的裸體 比穿衣服漂亮 我有一個朋友可以介紹給妳 誰 佩德羅 佩德羅 他對裸體 他自己的身體也很有智習 他是一言不合就脫 綜藝節目突然間 褲子就脫下來了 對 沒來游的 只剩下一條 一條三角內褲 對 就這樣 然後裡面要塞一條押絲毛利 是 押絲毛利 壹小小 壯大聲勢 是 好 問妳一下 航檔裡面的是 拍攝過程 有沒有發生什麼 比較特別 妳印象深刻 有 其實有蠻多的 我可以講一下我覺得蠻好笑 就有一次我們有個劇情 它是要放跳蛋的這樣子 然後它就塞在裡面 然後因為那個跳蛋很正 然後我們一部片大概拍 八個小時以上這樣子 那一部片拍很久 一部 一部 辛苦了 那不是就正 整個已經很瘋了 就一直整個就很正很正 對不對 然後我就跟導演說 欸 我真的變電子機 好講的啦 終於是現場好像沒什麼人敢笑 對不對 不是 但妳這樣一直正八小時 那不會壞死嗎 沒有 就是因為 因為它在裡面 我發現放在裡面正 我其實好像沒什麼感覺 就是覺得整個人在正 但是妳可以把它關掉 用眼的嘛 因為它要有那個聲音 它要有那個正的聲音這樣子 聲音可以後配 沒有 它們就是要一個 真實的感覺 越真實越好 好辛苦 也是很敬業 那妳這樣拍拍拍 那如果真正 妳real life當中 跟另外一半在 真實的 愛的時候 會不會反而比較沒有感覺 不會 因為我對我而言 就是 台面上的性愛 跟台下的性愛是差非常多 工作是工作 對 是可以分得很開的 好 就像比如說 妳們可能在主持 跟妳們平常在家人講話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會 我們都一樣 我都用嗎 對不起 我們平常就只有一個樣子 我們只是有領錢 跟沒有領錢的差別 應該講說就是 一個就是演戲 一個就是享受 不一樣的事情 講講妳在那個時刻 突然間我是一個AV女優 然後我考上台大的 那一刻的心情 就是 終於 終於 因為那個時候我原本很緊張說 會不會就是 我預期應該會上 但是會不會萬一沒有上這樣子 然後我考上就 原來就是OK 順利就是安心有上了這樣子 現在是一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那我可以問妳 想去考台大雲 是想要證明給大家看 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因為 動機是什麼 就是人生在世 就是活到老 學到老這樣子 不管什麼職業都可以學 因為我自己覺得就是我是喜歡念書的 就是我是喜歡 我也是喜歡學書這條路這樣子 是個聰明的孩子 喜歡學習 是想學習 遇到酸民怎麼辦 酸民多不多 很多啊 會回應他們嗎 他會講難聽話 我會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當笑話講這樣子 就是會 比如說有一些人就說什麼 有沒有觸到妳內心深處的 觸到內心深處 一開始可能就是講我醜吧 就是講我胖講我醜 一開始會有這種感覺 這樣子有戳到 就是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一開始很在意我 因為我覺得是 我是靠外表 有一部分是靠外表冒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職業道德 我很在意說 是不是我還要再去提升 還要去改成 那我跟你講 通常你大數據 留人家 你說醜啊 胖那種你點進去看 他才醜 對 沒有 他們不敢放照片 對 他們都敢放照片 都是一個 然後後來就想說 可是沒辦法 就是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就是你有喜歡我的人 就一定有不喜歡我的人這樣子 所以就後來就 就沒有太健康 恭喜妳完整的 選擇了自己的認證 心態是很重的好不好 大學還有 台大還是把它好好讀畢業 一定會 對啊 然後將來 有一樣是往這個AV產業嗎 就是多元發展 就是這個可能是近期的主業 我覺得人現在就是斜港 所以各式各樣的事情 都做這樣子 對 勇敢做自己 對啊 好不好 這個當然他的工作 是要勇敢跟別人做 對啊 勇敢做 勇敢做是什麼 要勇敢跟別人做 也對 因為他們是真槍實彈的 那個真的不是我們 真是個很猛的 其實是個男的 辛苦 那男生是不是都有吃藥 很多都有 妳有遇過那種雀場的嗎 有 會有雀場的 就是有些跟我拍的男生 可是我已經拍過幾部 妳會在那裡唱小雞嗶嗶嗎 有小雞嗶 幹嘛 騙人家 嗶嗶喔 小雞嗶嗶喔 小雞嗶嗶嗶嗶喔 那個雀場嗎 怎麼會有小雞嗶 天氣太冷 給他一點時間 對 或是他可能比較緊張這樣子 鼓勵代替哲罵 對 代替哲罵 加油 人家代替哲罵 萌萌 站起來萌萌 是